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姚雪松 今天我们来关注奢侈品投资 9月份CPI新鲜出炉依然在6.1%的高位徘徊 怎么让让自己手里的资产不贬值就成为很多人关注的话题 由此也催热了国内投资品的收藏 眼下应该说各种投资品种之多让人是眼花缭乱 但是哪一种投资最赚钱呢 是黄金还是艺术品收藏 其实都不是 说出来或许您还不信 居然是红酒 据伦敦国际红酒交易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波尔多精品葡萄酒投资收益远远超过黄金 原油以及股票 相比古董古玩名画钻石来说 长远的增值率最高的仍然是葡萄酒 在众多投资人的追捧之下 现在红酒的收藏功能逐渐强化 反而消费属性被减弱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首先来认识一下葡萄酒的投资线路图 1998年 这部名叫古货仔的香港电影曾经风鸣一徐 而当多年以后 这部电影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 这种叫拉菲的红酒 在中国内地炙手可热 几乎成为顶级法国红酒的代名词 在北京市东武环外的这个酒窖里 就叫藏着包括拉菲在内的各种红酒 这个酒窖呢 现在是全世界所有主产区的酒呢 都有 量最大的就是法国的一个法国酒了 在这个喝红酒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一个浪漫的一个过程 但是红酒在马金桥们的生活中 早已不只是浪漫的饮品那么简单 它早已成为投资者们竞相追逐的对象 尤其是当年影片中提到的82年拉菲 现在的市价每瓶超过5万元人民币 我这有两瓶 我们当时候是08年买的 08年买的时候 当时是3万人民币吧 这瓶2006年的这个大拉菲 现在应该卖到1万5的样子 近的时候将近7000块钱吧 所谓大拉菲 是指产自法国拉菲酒庄的红酒 这个酒庄隶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 在红酒的世界里 这个家族的徽章 五支箭似乎具有点九成金的魔力 使用这个徽章的不仅有大拉菲 而且还有价位相对较低的小拉菲 也就是拉菲的副牌红酒 他们的行情更是一路看涨 大概现在要4500块钱 那06年买的时候呢 只有800块钱一瓶 马金乔告诉我们 2006年在这个酒窖才建成的时候 他就购入了几十箱小拉菲 短短五年时间 价格已经翻了五倍多 但是却几乎处在一个有价无市的局面 他手里现在也只剩下几瓶 市场上这种供不应求的局面 使马金乔只能将目光投向了七九 我就买过06年的大拉菲 后来到09年才拿到的那个酒 而在近年来 七九的价格也是一路走高 2009年大拉菲的七九价格 达到每瓶985欧元 相比2008年上涨了32% 较2005年份上升了53% 创下了新的历史记录 远远超出了其他一级酒庄的七九价格 而小拉菲售价也为68欧元 虽然生产成本低于往年 但价格较2008年大涨79% 比2005年份上涨了89% 除了现货和七九之外 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将目光 直接投向了法国的酒庄 马金乔也打算募集1000万元左右的基金 直接投资国外的酒庄 当然这可能是一个稍微要有长线一点的投资 就是说这个酒买了以后 可能要储存了三五年之后 然后再去变现 据统计 全球大概只有总量不到0.1%的顶级葡萄酒 才有收藏价值 正是这种稀缺性勾起了投资者的热情 根据环球红酒的统计资料 如果投资法国波尔多地区的十种红酒 过去三年的回报率为150% 五年回报率为350% 十年回报率为500% 1982年份的拉菲 更是创下了十年涨幅约850%的收益纪录 而同一时期黄金价格的涨幅极有四倍 来自中国的买家 正在成为推动红酒市场的重要力量 不久前 法国波尔多红酒行业协会公布了一项数据 2010年 中国首度取代英国和德国 成为波尔多红酒出口额最高的市场 总额已达9000万欧元 预计未来五年 中国红酒消费量将占全球红酒市场份额的30% 随着中国对高端红酒的强劲消费需求 更多人投身红酒收藏和投资 前不久 亚洲第一家红酒交易中心 上海红酒交易中心 试运行半年后正式投入运营 交易额的话 它现在每天差不多是在六七百万 而且基本上每天都在增加 开户量的话 我们应该来讲 现在每天差不多会增加一两百个客户 在国外红酒投资被视为一项长期投资 无论是投资酒庄还是购买成品酒 压住七酒或者是购买酒类基金都追寻长期稳定的回报 但是当下国内投资客的行为看上去更像是一种短期炒作 尤其是小拉菲的价格呈现出紧喷态势 甚至高于其他四大酒庄的正牌酒 欧阳坤指出 除了人们对红酒品牌缺乏认识 国内红酒相关标准的缺乏 也造成了纳菲红酒价格的猛涨 中国很缺乏红酒的建厂师和品酒师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拿鲜亮版的酒 在中国做一个很高的标准 投资的这种市场现在也慢慢被这种酒商给炒爆了 有业内人士担心 这样的投资正逐渐演化成一种击鼓传花式的游戏 甚至担心红酒投资会重蹈荷兰郁金香的复诸 1635年 那些针对品种的郁金香球金勾募应求 加上投机炒作 致使价格飞涨20倍 在投机的巅峰时期 其价值甚至抵得上一栋好房子 对财富的狂热追求 让人们不惜卖掉土地珠宝房屋 或者向银行贷款来购买郁金香 但是1635年 由于供应增加 郁金香的价格防卸90% 如果你不是在锅中的锅中 但在中央中 你会赢得美丽的钱 但是如果有一个危险 所以说 市场就下降了 然后就下降了 这就是这种情况 红酒投资已经进入到了高烧阶段 动辄十几倍 甚至上百倍的投资收益 的确让人是心潮澎湃 但是实际上 红酒不比黄金 是有保质期限的 通常不会超过20年 大概只有0.1%的顶级红酒 才具有长期收藏的价值 所以说 红酒投资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风险 在逐年增高 那么有没有一个 更加稳健一些的投资呢 我们看到 明表投资逐渐浮出水面 这是在保利拍卖公司的鉴赏市里 周先生又送了自己收集的几十块表 来参加今年的秋季拍卖 他告诉我们 在今年的春拍上 他也送来了几十块万表和怀表 而且都以不错的价格成交 我这块表拍差不多拍了三百多 是百搭水里边最经典的 应该说最始终是没有被淘汰过的一款表 所以说他每一个就是喜欢中的的人 就他的最终的目标 就是想用这块表 周先生说 他在2008年时通过电话拍卖 买入了这块万表 这也是他在自己的万表投资经历中 最为得意的一笔 就是第一口 他是叫上来是二刷米金 然后我说 OK 就那个 就印一下 拍卖官当时就落去了 在这块表里边 怎么说 就是3939 从他的生产第一块开始 到现在就没有这么便宜的 没有这么便宜过 短短三年 这块表就实现了百分之五十的增值 但实际上 这还不是周先生投资的名贵万表中增值最多的 好比说这种 这种 这种怀者吧 当时买到现在的话 应该百分之 两百多人 随着钟表投资者的兴起 各大拍卖行的钟表拍卖行情 也屡创新高 2010年 加世德全球钟表拍卖 突破九千一百万美元 其成交总额是厉害之冠 其中 香港加世德 在接近年底举行的秋拍万表专场上 获得1.03亿港元的拍卖总额 而香港苏富比去年秋拍上 名贵万表拍卖会总成交额 高达五千五百七十万港元 刷新历年苏富比常设名贵万表拍卖总成交额记录 今年春天 香港苏富比2011年名贵万表春季拍卖会 总成交额更是高达七千三百零八点六二万港元 再次创下新记录 并且刷新的四项万表世界拍卖记录 成交价比最高估价还要高的拍平比例 高达百分之七十一点二 而从去年秋天开始 内地几大拍卖行 包括中国加德 宝利 北京歌德 也都开设了名表拍卖专场 那去年第一场就开了 我们总成交额是四千多万 其实在这个 在中国大陆是前所未有的 尽管行情一路水涨船高 但是周先生告诉我们 并不是所有的名贵万表的投资 都是稳赚不赔 在他的投资经历中 也不乏失败的案例 我当时买到的那块尊达是三万万年利 投资人 当时买到手势 差不多是50万 差不多 折到了人民币50万 那块尊达 后来我是过了几年 就前两年 是觉得它越来越便宜 是三十五万歌德 欧阳坤告诉我们 比较具有投资价值的 往往都是古董表 这类表数量有限 而且已经停止生产 因此在市场上 属于稀缺资源 而对其他新品 即便是限量款 都往往是厂家营销政策的产物 本身并不太具备投资价值 他如果说要全球三千支的话 他也可以做到三千支 那么三千支 他也可以做到六千支 所以说市场 由这个厂商自己来进行销控 10月6号 香港苏富比秋拍落下了帷幕 总成交额32亿港元 其中珍贵名表拍卖 总成交高达1亿1200万港元 创下苏富比全球珍贵名表拍卖 历来最高总成交的记录 这一步推高了人们 对于手表收藏的热情 尽管不是所有的名贵万表都会稳赚不赔 但是相比较而言 名表的投资基本上还是有一定的国际行情的 价格也很透明 更不至于因为无法预测的事件影响而血本无归 因此说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而像刚刚说到的红酒名表 这样逐渐兴起来的投资热潮 也吸引了大量机构投资者的兴趣 那么广告之后 请继续关注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经济半小时 我们继续来关注奢侈品投资 几十年前很多人搞收藏纯粹都是为了一个兴趣 但是现在更多的人是为了投资 而眼下投资的品类越来越贵族化 动不动就几百万的红酒和名表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收藏了 大手笔的资金进入通常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回报收益 所以在奢侈品投资领域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了机构投资者的身影 今天晚上要跟一个风头吃饭 明天上午还有后天再后天都会有可能风头过来聊一聊这样子 第五大道奢侈品网成立于2009年 是一家全球高端品牌的网上折扣销售中心 孙亚飞告诉我们 自去年以来找他们谈合作的风头逐渐频繁起来 意向投资金额上千万美元 而另外一家奢侈品销售网站不久前已经得到了一亿美元的风头融资 除了奢侈品网站 一家叫做四库的二手奢侈品既卖店 也刚刚完成首轮千万美元的融资 IDG资本合伙人严吉胜告诉我们 国内现在还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成熟的奢侈品品牌 他们的投资方向都集中在奢侈品的流通渠道 这一些一线的大牌往二线三线城市扩展 然后有更多的二线三线的国外的奢侈品品牌 开始也进入中国的一二线城市 应该说中国的奢侈品市场才刚刚起步 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世界奢侈品协会2011年官方报告显示 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 截至三月底 国内奢侈品市场消费占据全球份额的四分之一强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 预计2012年 中国奢侈品市场消费将会达到146亿美元以上 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 这种巨大的增长潜力 让奢侈品企业进入中国的策略也更加全面 奢侈品市场资本化运作是一个 大家更看重的领域 实际上是这个产业链的最高端 今年以来 香港二手名牌继卖店米兰站的上市 拉开了奢侈品企业H股上市的序幕 此后美国高档香包制造商新秀丽 意大利品牌普拉达相继在香港上市 英国品牌Burberry等奢侈品牌 都计划年内在香港上市 豪华跑车法拉利的香港上市时宜也提上了日程 那么选择离中国大陆最近的一个地方 香港板块去上市也有利于贴近我们中国的消费者 在中国市场有更多的销售以及资本运作行为 今年六月富国基金推出了一支专注于顶级消费品和奢侈品行业的基金产品 但是这支偏股型的基金实际表现并不如人意 募集呢这个不是特别理想差不多有不到四个亿人民币 直到现在这支基金净值仍小幅亏损 张峰并不会言正如投资奢侈品可能遭遇损失 高收益的奢侈品股票也伴随着高风险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奢侈品股票首当其冲 在全球股市暴跌之前 世界上最大的13家奢侈品牌的股价就已经下跌了29% 而到2009年年初 LVMH集团和利丰集团的股价分别下挫55%和33% PPR的跌幅更只达到95% 远超同期道琼斯和标准托尔500指数51%和38%的跌幅 高端奢侈品它属于高β的股票 高β的定义就是说市场好的时候 或者他们涨的是比市场要快得多 那么差的时候它比市场跌的也要多 作为一个新型的消费市场 中国概念在国际上逐渐受到追捧 这就让诸多奢侈品制造商和交易商对中国是趋之若鹜 专业市场的高热也带动了民间消费市场 我们看到了一些奢侈品的销售正逐渐向中国倾斜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由于国内奢侈品市场还不够成熟 导致这个市场上存在着鱼龙混杂的情况 消费者还是需要谨慎分辨 生于80后的李小姐事业小有成就 追求生活品质的她不时会添置一些奢侈品 从名包到名表几年下来 李小姐攒了不少 于是她尝试着把一些品项比较新的香包万表和首饰 送到二手既卖店去销售 我觉得应该会成为一种新的理财的方式 CPI每年大概也就是在4%到5之间 可能今年会高一点6到7 但是奢侈品每年固定停下是10%左右 每年都有一定幅度的价格上涨 这几乎已经成为了大部分奢侈品品牌的惯例 就在今年7月份 劳力士价格上调5% 像那儿涨幅20% 而迪奥的一款经典手带涨幅也高达16% 但是李小姐发现 她在店里寄卖的货品不少 而且都几乎全新 但几乎没有什么增值 周婷认为 现阶段比较适合投资的奢侈品 主要有四大类 包括珠宝玉石 限量版的高级腕表 艺术品及奢侈品服务 尽管这几类奢侈品 整体表现出较强的涨势 但是周婷认为 他们也不可避免的 会受到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 因为我们最近看到 这个国际市场价格 包括黄金市场 原油市场价格波动幅度非常大 而且股票市场又非常不稳定 所以这种市场风险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风险之一 除了市场风险 周婷认为 奢侈品投资还面临着价值风险 这也要求投资者 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 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个增值的结果 而且增值的幅度有多大 所以这是说 这个产品本身 你要有对它进步 通过你的专业知识 要有一个精准的判断 欧阳坤告诉记者 除了市场风险和价值风险 国内的奢侈品投资市场 也受到奢侈品品牌营销策略的影响 欧阳坤指出 铺获量不足所形成的这种饥饿营销 在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的推动下 很容易形成价格泡沫 造成投资风险 随着这种品牌 它在中国的这种销售策略放量 不断地放大 对这些现能版的物品来说 它的价值就会相对降低 近年来 奢侈品投资逐渐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专门从事市场研究的 惠聪邓邓白氏连续三年 对内地奢侈品消费进行了跟踪研究 今年8月份发布的 2011年大陆奢侈品消费研究白皮书显示 消费者的动机在发生变化 奢侈品消费者收藏保值增值动机有所提高 由占2010年的27.7% 上升至2011年的37.8% 这也是在动机选项中唯一上升的一项 其他动机 如犒劳自己提高生活质量送礼 获得认同等面子行动机有所下降 这种消费呢 比以前的这种炫耀性的这种消费呢 更趋于理性 赵龙认为奢侈品消费 趋于理性的另外一个信号 是近日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这个帖子 网友在帖子里列出了包括厚齿 施华洛士奇等品牌在内的十大伪奢侈品 中国的这种急剧的发展 其实它在这部分消费文化呢 其实是比较短的 所以呢就是这个 就是偏盲目一些 理性化消费的这种文化的逐渐的形成呢 会对这部分的这个 这个泡沫呢 应该做叫挤一挤 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 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 都买最贵的 都买最好的 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 不是最好 但是最贵 这段大腕中的经典台词 很多人都耳熟能详 而正是基于这样的消费心理 近年来 一些国外的普通品牌 也以奢侈品的姿态进入中国 利用市场信息不透明 以远远高于其在海外市场的价格 赚取高额利润 第一 原产地在国外 第二 电面很大 第三 价格又高 第四 传播的信号很欧美 欧阳坤把眼下的中国奢侈品市场 比作一个刚刚上小学的孩子 经过了最初 不买最对 只买最贵的萌昧状态 正处于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十年前 和卑星巴克都是收拾品 二十年前 圣格麦当劳也是收拾品 通过这件事件 可以说明我们中国消费者成熟了 强大了 或者说我们有自主性 有鉴别能力 有很多事情 我们清楚 我们可以挑剔 我们可以选择不买 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以往这句话被用到股市当中 那么现在股市不景气了 所有人都知道风险极大 但是这十个字的投资真言 适用于所有的投资行为 尤其是像今天我们谈到的奢侈品投资 奢侈品投资 不比传统的字画瓷器 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搏来品 咱们且不说 它复杂的定价机制 和陌生的文化传统 但是最入门的真伪鉴别 就足以让刚刚处于学习阶段的 国内消费者们和投资者们 煞费苦心 眼下应该说亚洲市场 尤其是中国市场 正在成为海外车质品眼中淘金的乐园 我们看到大量的资本驻扎进来 这个里面有对这个新兴市场经济实力的肯定 当然也不乏有人进入这个新兴市场来混水摸鱼的 所以我们要警惕投资市场 变成赤裸裸的投机市场 最终吃亏的恐怕还是刚入学的小学生 如何进行理性投资 依然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重要课程 好 这里是经济半小时 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 稍后请继续关注财经频道的其他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